使用HP3D捕获台扫描3D模型更加可靠便捷 利用此捕获台可轻松实现3D扫描 HP3D捕获台套装包含捕获台 连接电缆可移除交接油灰和快速安装手册 在触摸垫上点击3D捕获 要或许有关3D扫描的更多帮助和技巧 请点击屏幕右侧的问号图标 在电脑屏幕上点击3D捕获 点击自动扫描 当触摸垫上出现蓝色圆圈时 将捕获台放置在圆圈上 将捕获台电缆插入位于下方的USB端口 确保将电缆置于屏幕后方远离触摸垫 此时捕获台已准备就绪 可以扫描 点击屏幕右下角的扫描背景 在扫描过程中 确保您的双手和任何物体均补在触摸垫上 使用所提供的油灰将您的物体置于捕获台上 确保油灰在扫描时不可见 点击切换按钮选择捕获台角度 即倾斜还是平放 点击测试捕获台旋转 确保物体不会从台上掉落 倾斜捕获台会显示物体的不同表面 并可生成更好的最终图像 淡色哑光物体最适合进行扫描 黑色有光泽透明或纹理细密的物品 扫描效果不好 点击开始扫描 在一个扫描周期中 将会对物体进行数次扫描 以捕获其每个角度 当所有扫描均已完成后 屏幕上会显示物体的预览 在捕获完成之前 模型的实际颜色不会显示在预览上 点击问号图标可以了解更多详情 可通过添加更多扫描周期 来填补缺失的区域 点击添加另一周期 接下来重新放置您的物体 以便对相机之前扫描不到的 其他区域进行扫描 点击开始扫描以便继续 扫描周期完成后 再次预览您的物体 继续添加更多扫描周期 以填补缺失的区域 如果当前的扫描周期 没有在预览中正确对齐 您可以删除该扫描周期 然后重新扫描 之前的扫描周期不会删除 点击删除扫描周期 再点击删除当前扫描周期 若要继续 请点击添加另一周期 然后点击开始扫描 预览完成后 点击完成补货 应用程序会将所有扫描周期 融合在一起 以创建完整的结果 融合模型之后 您可以将其保存为 所显示的外观 或让电脑填补 任何剩余的小限系 点击保留间隙 可将扫描结果保存为 与屏幕上所显示内容 完全一致的外观 点击封闭间隙 可让应用程序填补任何间隙 以完成模型 如果要打印物体 则应使用此选项 点击继续进行编辑 可保存您的模型 当您的模型在3D捕获中显示时 将其向下滑至触摸垫 即可进行编辑 点击保存为3D 可保存模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